今天非常地荣幸有这个机会 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这个南非以及曼德拉的议题 尤其是刚刚瑞仁老师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分析以及对比 可以让我们了解到 其实我们等一下在思考这个议题过程当中 可能的几个重要的线索 事实上瑞仁来讲这个议题可能比我更合适 我今天是有点野人羡慕 那我就针对于我所了解的曼德拉在过去的一些贡献 以及他可能对于我们未来台湾社会可以有的一些思考 我简单做一些分享 那可能就要请麻烦帮我弄一下 我们都知道其实曼德拉现在联合国在每年的7月18日 把它定做叫做曼德拉日 曼德拉日 那主要是因为曼德拉是1918年的7月18日诞生 所以联合国特别的把曼德拉的生日定为国际的曼德拉日 不是在表彰他个人 而是希望去凸显这个追求自由 正义民主的这些基本价值 那么过去曼德拉这一辈子花了67年 在为人权为民主而努力 所以这个国际曼德拉日在联合国的推动底下 他们也建议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能够在7月18号那一天 每个人花67分钟去做一件 我们当志工去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 那么在联合国的推荐底下 他们也提出了67种 你可以在从小地方 在不同的你生活周遭的地方里面 去做出你微小的贡献 那我们常常讲 就等一下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刘医师的分析里面 谈到其实公民的一小小的力量 是可以发生滴水穿石的能力 滴水穿石的作用 所以这个事实上是联合国在过去这几年 所特别强调的这个所谓的国际曼德拉日 重要的贡献 那这里面 这下一张 这我刚刚讲的 来下一张 那么事实上 曼德拉这一辈子的一个整个发展历程 刚刚瑞仁老师也特别提到 事实上他非常清楚知道 种族隔离政策 这种对人 对于尤其是对于南非 这些黑人来说 这样一个不公不义的体制 是没有任何可以容忍的条件 所以他这个号召了所有的这些 非洲的这些南非人 一起来对抗这个不公不义的体制 那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事实上他是有一些转折 有些转折 在早期 就像刚刚瑞仁老师提到 他早期是 排取一个所谓的不合作的方式 所以他说 他事实上按照甘地的模式 在看待被暴力 但是他认为非暴力 不能够把它当作一个 神圣不可违背的原则 如果这个体制不公不义 这个体制已经没有办法 有任何我们可以接受的空间的时候 那事实上我们必须要采取的形式 就可能是要有其他的选择 所以在这里面 事实上他早期其实是 一开始是采取的一个比较属于 就是说开取一个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 所以他有一句话 他说当一个人被拒绝相信他所相信的生活权利的时候 他就没有了其他的选择 他只能够做一个违法的人 做一个违法的人 下一张 所以这里面事实上非常明显的去呈现一个 我们最近在台湾社会里面 经常被讨论的一个公民不服从的基本精神 那这边我们说这边 梭罗的胡冰闪记 大家都很 这个非常的熟 这其中有一句话 他说如果制定法律的结果 就是由你而生之不法的这个常备 再去责备他人 那么我可以说这样的法律不要也罢 因如此的法律会使人们起来反抗 以便阻止这个国家激气 无论如何 我必须要这么说 人绝不屈服于我所唾弃的不法 事实上这一段话非常能够去彰显 当年曼德拉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种族隔离政策底下 对于黑人的这种非人的一个对待 下一张 那这里面 其实这样的一个公民不服从的精神 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孟德施鳩的这个文章里面提到 他说当一个君主 无法使他的臣民幸福的生活者 反而去压迫了或去毁灭他们 那么服从的基础就消失了 没有什么再能够去居宿人民 再能让人民听从 一切就回到最自由的状态 所以在这里面当然对他来讲 他今天在做的这件事情 事实上是没有办法用人间熟识的法律 可以来家里约束他 他今天用一个违法的方式 就是要去凸显这个法律的不公不义 顺便自入性行销一下 就是因为我最近跟几个组织一起合作 从下个礼拜六开始 在台大的学院 我们要办一系列的公民不服从的这个系列演讲 那就是要让我们所有的人了解到 当面对一个不公不义的政治体制 当我们面对不公不义的法律的时候 人民到底有什么样的权利 人民在面对这样的一个 这个政治的不正义的过程里面 我们要怎么样去取回 我们应有的这些基本权利 那欢迎大家有机会可以来听 所以从这里面我们看一下 曼德拉就会说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他在1961年 就像刚刚这个吴老师所提到的 他改变了他的整个运动策略 他采取了一个武装斗争的方式 所以他成立了民族之锚 所以在那一阵子 那个时空里面 他是一方面穿一装 一方面拿着长枪 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体制 最后我们看到 他就像刚刚这个舞蹈里面所呈现的 刚刚的解说员也提到 他后来被逮捕了 在被关了27年 所以你会了解到说 做一个领导人 他非常清楚知道 在面对不同的情境底下 我应该要采取什么样子的方式 来追求这个公平 所以经过了这个27年的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牢狱 那我们看到终于在1991年 这个南非有很大的一个转变 那么同时在1994年 他当上了这个南非的这个总统 可是面对一个总统 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又开始必须要去思考 他今天不是一个反对者 他今天要面对一个 这个国家长期分裂 以及人民受到非常多苦痛的 这样的一个社会情境底下 怎么样让这样的人可以一起 重新再来追求一个共同的生活 这难度非常高的一个政治工程 所以刚刚吴泽也特别提到 当他当上总统的时候 他一个首要的任务 就是要怎么样子 是让这个国家可以重申 就像刚刚吴老师讲的 这个民族要怎么重申 这个国家的建筑要怎么重建 所以在1994年 有人说这是一个彩虹国度 这是南非大主教 秃土主教形容的 就是说他们希望让南非 成为一个摒弃仇恨 实现和解 让不同的种族跟多元文化 能够在这个国家和谐共存 问题要怎么做得到 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因为黑人长期以来 受到这样的一个体制的 不公不义的对待 白人掌握了许多的 经济上的大权 军事上的这些权利 怎么样让这些人 可以共同的生活在一起 那就必须要有很高度的一个智慧 这是下一章 我们就刚刚讲过 所以他一个 出来出狱之后 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当他当上总统的时候 当我走出监狱的时候 他要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解放压迫者 跟被压迫者 换句话说 对他来讲 今天他要面对的 不是当年这一些压迫黑人的这些白人而已 他的重要使命 就是要同时解放这一些被压迫者的人 身上所有的这些枷锁 所以他说所谓的自由 不是说别人没有来侵犯我而已 他希望打造的一个 所谓的南非的自由国度是 不仅仅是让每一个人摆脱自己身上的枷锁 而是要去尊重跟增加别人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他认为他的挑战才刚开始 他说看不到的伤害最难处理 这种伤害要怎么去处理 这件事情事实上是非常艰难的 所以他认为 当我说今天要去解放别人 当我今天认为要让所有的社会里面 从和解 从悲痛走出来 我必须要先从我自己做起 所以他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就是他在就职 南非总统的就职典礼里面 他邀请了两位在他监狱当中 看管他的狱卒 以及一位当年要判处他死刑的检察官 一起到他的就职典礼里面来听他的言说 那么在那个过程里面 他讲了一段话 他说我离开了囚 我从迈向自由大门的监狱走出来的时候 如果我不能够把悲痛跟仇恨 放在我身后的话 那么我仍然留在监狱当中 所以这是他面对过去的这些 这个所谓的这些加注在他身上 加注在他的民族的这一些人的种种的仇恨 他用这样的方式 用宽速的方式要来解决这件事情 所以曾经柯林顿跟他有一段对话 我觉得还蛮精彩的 柯林顿说 曼德拉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但是你也是一个狡猾的政治家 因为从柯林顿的角度来讲 你今天会找你的反对的人 或找你的狱卒来听你的就职演说 这一定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政治动作 你一定是有所图 就是希望展现一个动作 说你事实上是宽容他们的 但是这里面事实上是可能有一些政治计算 因为他说你邀请从前的运竹 参加你的就职典礼 让反对派的领导人 在你的政府中担任职务 这是很聪明的做法 但是说实话 你当年难道没有恨过他们吗 曼德拉说 我恨过啊 我现在已经老到可以讲真话的年纪了 我感到仇恨跟恐惧 不过我告诉自己 如果我坐轻车之后 仍然恨着他们的话 我就仍然是他们的囚徒 我希望自由 所以我就释怀了 人们可以夺走你的一切 我失去了家人 失去了目睹我的孩子们成长的机会 失去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 他们夺走了一切 但是他夺不走你的思想与心灵 这是我决定永不放弃的东西 所以对他来讲 当然他要面对很多的挣扎 面对一个过去残害他的这一家 或者是这个政治体制 但是他选择了用这个方式 因为他认为他要成为一个自由人 成为一个自由人 所以不晓得大家应该都看过一部电影 叫打不倒的勇者 打不倒勇者里面 你看到他用了花了很大的力气 怎么样让这个国家人民重新困结起来 那么在他看来 如果我们今天把过去长期以来的种族 隔离之后 这个黑白之间的冲突 界定成是一个兄弟残杀 但是我们不希望兄弟 有一天才重新这样的一个悲剧重演 而不然变成是两个不同国度的人 所以我们要努力的让兄弟之间能量和好 可是在南非 这边你就要描述说 在南非打橄榄球 象征的是一个白人的运动 而且这里面象征的就是一个种族隔离的一个象征 所以当南非这个曼格拉当上总统之后 其实民间有一个呼声就是希望废掉这一个橄榄球队 黑人都是打足球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里面其实有很强的一个彼此之间的一个分离 对他来说 如果我今天把橄榄球队给关掉了 对于这一些白人来说 我在打造一个黑人专属的国度 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排他性的一个国度 对他来说 当年他们的自己的同胞黑人 这个非洲民族议会也是希望打造一个纯粹的黑人 但是那麦德拉反对 对他来讲 我刚刚讲的 我要解放的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 他不希望今天我形成了一个新的国度 事实上是在压迫另外一群人 他希望是让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解放 所以他花了很大的力气 怎么样子重新透过运动 这个大家来体育的这件事情 让南非的所有的人都能够团结起来 那这部电影里面其实非常感人 看到很多的场景 常常回到回想到台湾 他们不禁都会觉得很不胜唏嘘 那这里面他有一个基本概念 就是one team one country 怎么样让透过我们一个球队 让我们重新 就像刚刚吴老师所讲的 让我们成立一个新的国度 新的国家 所以刚刚刚讲的 让黑人跟白人成为兄弟 南非才能够繁荣 下一张 我用很快速度 所以这里面 有一个因为曼德拉要谈论的事情非常多 那我自己想说今天或许可以从两个面向 来跟大家分享 一个是南非的转型正义 到底南非的转型正义是怎么做的 以及它对我们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些启发 另外一个是曼德拉过去长期以来 投注在所谓的全球正义运动里面 特别是针对于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这一套 这一些意识形态所做的许许多多努力 那我想或许这两个面向可以跟我们台湾的社会有所对照 那么我们说南非的真相和解委员会 它的一个成立的方式 不采取一种 就是追溯 我们都知道我们隔壁一个国家南韩 在处理转型正义 各位如果看过华丽的假期 那部影片里面就转型正义过程当中 他们的总统 全斗坏 卢泰宇 事实上是用起诉 甚至被判了无期徒刑的方式来处理的 也有一些国家在面对转型正义 事实上是采取一个完全遗忘的方式 比方说当年西班牙的弗朗哥政权 他们当年朝野政党一次签署了一个遗忘契约 就是要大家以后在我们的公开场 你们都不要去谈过去 但是当然这里面我们可以证明说 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失败的 Anyway 南非不采取这样的方式 因为他采取了一个所谓的 用真相来换和解的方式 就是你采取一个 所有的加害者 如果你愿意把过去 你的所作所为 在法庭底下公开的去陈述 那你就可能可以去换来有条件的一些社民 那这个过程里面是希望让这个社会 都能够透过用了解真相的过程里面 去了解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所有社会里面从过去国家的暴力当中 真正的去进行深刻的反省 我们常常讲说never again 历史不要重演 你就必须要去面对 让所有人能够了解到 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 一方面当然是因为 当时整个我们刚刚讲的 整个南非的长期以来的 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分歧 你要采取一个起诉 其实是有很大的难度 从政治实力的角度来讲 也不太容易去操作 那这里面有很多 其实是值得我们来分析的 就是说曼德拉有一句话 他说如果你用他人听得懂的语言 跟人家交谈 那么你的话只能够说到他的脑子里 但是如果你用他人的本族语言 跟他交谈 那你的话就能够说到他的心态里 所以当年的真相与和解文会在进行的时候 每一个受害者 都可以用你自己的族语 用你自己的母语 去陈述你过去的受害经验 同时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里面会翻译 11种南非所通用的语言 让所有人都了解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 他们当年就是每天都在转播 这一天到底是哪一个加害者 进行的法庭的陈述 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进行 一个对于国家暴力 如何对待人民的一个 一场我们说的一个 民族心灵的一个洗涤 大家重新来反思 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故事里面 比方说 所有的法庭的这些法官 他们在受害者进来之前 大家为一个圆圈 然后所有人一个一个 轮流去拥抱你 这个仪式象征了什么 象征了国家重新 我们一个新的国家 重新去迎接你 欢迎你回到我们新的彩虹国度 所以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 非常细致的一些动作 事实上就是要让这个社会 重新回到和解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当然我们说 曼德拉的这个真相与和解 有很多的因素 他的成功 当然也招来很多很多的一些 质疑跟批评 比方说 真相是不是真能够换来和解 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讨论 那这边这个等一下 吴老师可以做一些补充 吴老师是这方面研究的专家 那其实我们说真相委员会里面 其实是有几个 我个人认为有几个 当时为什么可以成功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 国际社会的制裁 这个濒临到界限 所以内部的流血对立 其实已经到了极点 第二个是当然我们说 曼德拉他采取了一个 宽容和解的态度 他希望从一个民族和解的角度 去进行国家重建的一个任务 第三个就是他发扬 非洲的这个 这个武班图的这个精神 就是说强调那种 你我一体 互相依存密不可分的 这样的精神 另外一个当然我觉得 宗教信仰的帮助 是非常大的 所以当然我们说 转型正义是没有办法复制 每一个国家 有每一个国家自己的问题 我们当然要去思考 我们台湾到底 要什么样子的一个 转型正义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案 那除此之外 因为时间关系 我再讨论一个部分就是 曼德拉 其实他只担任一任的总统 他就卸任 他不愿意连任 但是做一个人权自斗士 他不会因此 而放下所有的这些工作 所以我们说 他事实上是一个信念的实践者 最近我碰到了 一个朋友跟我谈的一件事情 让我心里很难过 就是我们现在在任内的某一位 这个首长 他在现在执政过程当中 他说 他过去读的书 理论跟实践差太多了 所以他决定放弃理论 因为人不可能平等 追求人权这件事情太困难了 所以在我看来 他是读史书 他是个书呆子 我们没有人不知道理论跟实践 永远有落差 但是我们就是知道 我们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努力去实践 去争取 让他能够真正 逐步逐步地达到 我们想要追求的目标 所以那就是价值信念 最重要的力量 那你可以很清楚知道 我们这一位政府官员 是完全没有这一方面的信念 所以书是白读了 书是白读了 那么曼德拉下任之后 其实他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在进行许多 国际上抗贫的问题 他是一个抗贫运动的 一个重要的实践者 我们都知道 在国际上关于贫穷的问题 这可能跟我们明天谈 服貌也可以有很大的关系 在早年我们都会把 国际上的贫穷 当成是一种慈善行为 所以我们来体验饥饿三食 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贫穷的人生活有多苦 然后我们来捐钱 所以各位如果还要印象 1985年的时候 有一首歌叫做We are the war 当年事实上是美国的 许多的这些所谓的演艺人员 或是歌手 他们一起号召 说我们来办一场慈善的 这个音乐会 来募款 来救 非洲的这些所谓贫穷的人民 当时是把贫穷议题的解决 视为是一个慈善救助的行为 大家发挥爱心 可是经过了20年 国际上现在其实在思考贫穷 会认为这是一个在对抗不正义的运动 所以我们下一张我们看一下 这事实上是1985年 他们一张运动叫做Life Aid 2005年八大工业国 在英国召开工业国的会议的时候 同样有一场音乐会 他们说这是一个追求全球正义的运动 那么其实 非常清楚地知道 这个社会面对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了解全球化 不是这些 我们这些开发中国家可以玩的游戏 新自由主义有很大的问题 我们以为 我们只要市场开放 所有问题就取成 当然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因为时间关系 我剩两分钟我很快地讲 他就说 与奴役制度跟种族格力一样 他认为贫穷不是这些人没有钱 不是这些人好吃懒做 是这个游戏规则造成的 FreeTree is not free 自由贸易根本不自由 所以他在过去的几年里面 在主张公平贸易运动 主张要打消外战 很多的穷国因为欠了很多这些 所谓的强国或者是世界银行 或者是IMF的钱 藏起来他没办法脱身 所以这里面其实可以有一个很重要的反思 就是说 从拉曼德拉的角度来讲 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清楚地 follow这一个所谓的 国际这些强国所思考的这一套全球化的思维 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筹码在哪里 我们是不是能够跟他们玩这样的一个游戏 而且这样的游戏带来的结果是 有钱的人越有钱 没有钱的人越没有钱 所以这里面要思考的 其实我认为 再给我一分钟 我们思考的就是说 从曼德拉思考的贫穷问题 跟转型正义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可以跟我们 大家一起来分享是说 在我们台湾社会 面对很多问题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刚刚吴老师所讲 去政治化的论述 去政治化 其实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动作 当我们什么东西都说 我们要拼经济 事实上它是一个有意识的政策 它是一个意识形态 那我个人认为 我们过去台湾这几年 我为什么要拿曼德拉的意识来对照 是我们台湾这几年 去政治化的论述里面 有很重要的两个大面向 一个就是 我们要走出悲情 我们要忘掉过去 我们不要做展型正义 第二个 我们要拼经济 你们不要再吵了 人民都吃不饱了 可是事实上 我认为这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以心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当前 人民有钱人愿有钱 贫穷人愿贫穷 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下一页 我们的国家 用他的右手去砍他的左手 我们的财政部 我们的经济部 把很多很多的这些钱 就是说我们要自由化 我们要市场化 所以砍掉了我们要主张 社会福利的 许许多多的这些钱 那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一再讲 我们要拼经济 没有人不说我们要拼经济 我们要问的是 我们要拼什么样的经济 我们要拼一个非核家园的经济 我们要拼一个不破坏环境的经济 这个过程里面 拼经济不是前提 可是我们这个社会里面 常常很多人会告诉你说 你看嘛 很多人都吃不饱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应该要让政府 好好来拼经济 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很严重的 我认为有一个错误的思维 也就是说这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里面 事实上是在帮这样的一套 新自由主义的论述 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石 所以比方说 这边我用一个一段三页 Badieu的一段话 Badieu说 国家继续在做削弱他自身的 许许多多的财政政策 这个扮演一个非常决定性的角色 现在国家越来越小 国家说他越来越没有钱 这件事情是国家决定 国家做的 因为他要遵循这一套新自由主义的论述 认为要市场越小 市场来决定 国家要越小越好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国家其实扮演了一个角色 就是不断地在自己消磨的角色 使得我们现在贫穷的人越来越贫穷 我们现在面临台湾很多的年轻人 已经成为一个walking pool 就是他只是处在一个工作的状态 但是他没办法摆脱贫穷 这是我们现在要面临的一个另外一个危机 可是新自由主义的人 他会告诉你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他告诉你没办法 比方说我们先来服帽 他告诉你说没办法 只有这个选项 政治人物最喜欢告诉你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财奇尔夫人 他的绰号叫做Tina 下一页 他的绰号叫Tina 这个Tina就是 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缩写 因为有人计算过他在任内 讲了五百多次的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可是各位都知道 等一下有一些都会分享 当红重秋暗的时候 君简出来告诉你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可是当二十五万人出来的时候 江一华院长马上在晚间宣布 什么什么什么方案 所以这里面 政治人物 尤其在面对张权者的这些傲慢的时候 他会经常告诉你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所以这里面当然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 当然就是说 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公民运动出来之外 我们当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去了解 当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告诉我们说 两岸关系不是国际关系的时候 那我们现在就不能够仅仅只是说 下一次投票再不投给他就好了 我们一并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要把我们的权利拿回来 可是我们必须要说台湾社会 多数人还是冷漠的 所以郝广察有一句话 他说把冷漠当冷静 把无知当理性 把无感当阵地 所以我们看到洪仲修案当中 其实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启发 我们其实是要告诉政治人物说 不是Tina 是Tata 我们有Sousand of Alternatives 只要你们把权利交还给我们 我们事实上是有很多的这些可能性 所以透过今天的讨论 我希望我们能够去共同思考 怎么样让我们把权利要回来 重新去建造一个我们美好的台湾 很抱歉我耽误了一些时间 我先就简单刮到这里 谢谢 谢谢